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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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V你隨便走出街 都會見到幾部 不過我身後面這一部 就是零至最新最小的SUV UX200 你應該未在香港見過 兩年前巴黎車展 這架零至全新UX系列的SUV 還是概念車 2019年終於來到香港 我坐這架就是 UX200的F Sports版 看完整個內籠 和Standard版最大分別 就是這個椅子上的襯式 還有這個大了3.3吋的螢幕 不過我覺得 最有趣的就是 這個可以左右移動的Dashboard 有Head-Up Display之外 扭下軚盤左上方之桿 就可以轉換駕駛模式 F Sport版還獨有Sport S Plus模式 不過車的安全科技 來到港版就不多 而他的廣東話語音操控呢 九龍灣 Macabox 說出清單中的一個項目數字 叫他找九龍灣 他就展示了九龍城 官方就說用零至導航語音操控 那時候一定要說觀塘區 那個區字才行 穩陣一點 我應該都是會用手動輸入 不過找食物呢 又OK 尋找中式美食 顯示鄰近中式美食清單 真的有 特別的 還有由120顆LED組成 會撩出來的車尾燈 和標準版相比 整架車的包圍和輪胎都有點不同 看上去再Man一點 帥一點 連在車廳歌都正一點 那雖然UX200 就是零至最小的SUV 但他後座空間 我覺得依然很充足 和很舒服 不過想車時放衣袋 就上到車 就只有F Sport版才有 其實如果不想給多十多萬 個人認為標準版都不錯 好 本生活 樂科技 銀華-K